歡迎大家回到我無雙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套 其實我不想講這套 這套很有趣的 對我來說我純粹看ED就算 其實我們講漫畫版的 可以不用講第二季 因為第二季的劇情只不過是 漫畫版的一個世界觀 它不是漫畫版 我們講的是東京食種 或東京食屍鬼的開芳根A Square Wood A OKOK 是動畫版的 不知道做什麼 好有趣的 最初大家的感覺 就看到它開了一個全新的講法 好像說如果金木不是這樣做的話 會不會有同一個結局 Alpha世界線跳 Beta世界線之後 金木會不會不用被打臉呢 Styling Gate又有出新的官方版本 你以為會有 但問題發覺了 原來當金木由漫畫版的 繼續去單飛 你改為變成 加入這個青銅樹 在動畫版之後 你就開始爬頭了 好像有些變化的 但看看發覺 為什麼收尾都是一樣的 中間其實是一樣的 中間其實不一樣 差不多 類似的 但不一樣 世界觀的走行 有差不多的 基本重要事件 你剛才說的是什麼 他們經過的地方 基本上是一樣的 經過食種收容所 遇見小黑小白 遇見後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又不知去了哪裡 這些東西 基本上是一樣的 其他那些 沒有什麼大大分別 說回店長的過去 這些東西是一樣的 他當然會包括漫畫有的東西 但大部分漫畫有的東西 他很多都沒有了 很大量的都沒有了 剛剛他的動畫 可以剪掉了 你對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看第二季 可能第一集很新鮮 金木這個小孩 會不會死 可能有些新的轉型 他沒有死 有些機運 他發覺他的路線 都沒有分別 最後都是見到右馬 都要觸摸一線 其實那件事是什麼呢 你最初就發覺 哦 這個是 未建隧道之前 大家要經過山 就會入到沙田 然後建了隧道 你穿過隧道 就會去到沙田 其實那件事沒有變過 分別是什麼呢 漫畫就要爬山 就有更多的篇幅 和更加詳細 究竟這件事做了什麼 那動畫就發覺 咦?我們好像不夠雜數搞 那不如怎樣呢 不如我們找第二條路徑出來 第二條路徑 結果就是做回什麼 做回類似的事情 但是蝙蝠不知為何短了 然後最後的目不必 都是去回最終決戰的 於是大家就發覺了一件事 頓時就是 咦?又說全新 全新路線 但是 大度同往 殊途同歸 他朝軍體也相同 金木又見到你來了 那怎樣呢 那怎樣呢 我們加青銅樹 但把青銅樹 人之間的關係 即是他的溝通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的 或者是很少的 就算有的跟爸爸沒有很分別 你見到Edder 一邊翔翔翔看著他 那你進去有什麼用呢 其實沒有用的 就是另外一個人 浪費了你 去加青銅樹 你的勢力背景之後 你可以建立的人際關係 和一些力量 會是 因為其實很容易理解 就算大家沒有看漫畫 也好 或者之後補回來也好 都很容易明白 如果最終決戰 對戰的情節 或者結果 大部分事情都沒有任何的 出入的話 純粹可能就是說 有些事情有交代 有些事情沒有交代 那麼清楚 就是我不算 英那樣東西 純粹如果你說有明顯的分別 就是阿英那裡 那裡 但是隨此以外 基本上 食種和搜查官 就是這個CCG 和食種方面 就是古董 或者青銅樹方面的戰鬥 如果沒有明顯落差的話 在戰果和戰況上 你會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 金木加不加入青銅樹 對於最後一件事沒有影響的話 就是說前面幾集 他在青銅樹裡面的氣氛 和意義基本上是沒有的 和他單飛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的 我以為你有青銅樹 青銅樹回來幫忙 沒有的 只有單飛衝過去 因為 漫畫最後就是青銅樹第三方 亂入 動畫也是青銅樹亂入 但是青銅樹亂入 跟金木個人讀特入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金木是自己突然看到新聞 知道要衝過去 那青銅樹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衝過去 但是他跟金木完全沒有聯絡 突然間又有多人天降 加時八 然後就打 然後就死 然後就這樣解決了這件事 那是沒有關係的 即他又不會說一個全新的走法 然後導致到不同的結果 結果沒有不同的 不好意思 全新的走法 我覺得沒有分別 但問題是中間的過程 你的變化會 你先說明白 原來你發覺青銅樹是金木帶進去衝過去 咦? 你的感覺跟頭髮板不一樣 為什麼沒有分別 頭髮板沒有 那你進去青銅樹 意思是沒有了 三個前面十幾二十集 知道為什麼在這 這個就是你講的重點 就是十幾二十集這個問題 如果第二季 十一還是十二集 不記得 但是我交代不了那麼多 例如大叔 人間界怎樣交流 他和李世的關係 或者其他食種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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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那些研究機構又怎樣怎樣 那你說一下海外那些東西 法治那些東西 你說完一大輪 那你還夠不夠時間做最終決戰呢? 那可能就不夠了 那不夠那怎麼辦呢? 那不如我們前面那些東西 不要說那麼多啦 那我們挖條隧道 說金木加進了青銅樹 然後突然間 安定屋古董備位 回去救價 OK 走回漫畫部分 可以照動了 給你五集 給你六集 前面不夠 只剩下很少雜數 那怎麼辦呢? 隨便找些東西去吧 做完之後再去最終決戰就可以了 就是阿門在那裏 握著壓力 即是大家緊張一個擴控 簡陣地說 你看李世的厲害 我剛剛第二季是沒有發達香菜的 很神奇的 你做什麼鬼呢? 第一季是發達香菜 第二季是發達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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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說到發達香菜 即是你身上你的食種手術 神代李世 他的死是有關係的 第一 但他完全沒有說到這件事 因為漫畫有交代李世的下落 首先不要理會生死的問題 或者他抓他來 或者這件事最後結果和目的是做什麼 他是有說的 你看到之後也有小黑小白 很明顯都是同一個手術出來 但是小黑小白有出 醫生就沒有出的 連樣子都沒有看過 反而第一季還有看過樣子 第二季其實樣子都沒有看過 所以其實很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之前講的專輯 大家可以聽一下 第二部分就說 金木是一個水晶宮 或者任何一個升班馬的球隊的存在 他升到英超 其實他是做護級那隊的 去到這裏 其實面對那個情況就會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表現不出來的 因為他怎樣踢隊隊都輸 每個人都被人打臉的那件事 就是漫畫被人拔走了 動畫沒有做出來 那你見到他被人打臉 只是跟大叔打 那場會見到 其他那些東西已經不太見到 那更甚至說其他角色 如果你要照走漫畫最尾部分 就覺得奇怪和突压了 因為金木最終決戰 但是突然間 阿錦前輩又出回來 跟著美食家又出回來 月山又出回來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 那件事 你理解不了 因為漫畫是 月山繼續跟著金木的 你知道變態老是這樣的 但是動畫 整個季都沒有出過他 突然間出現不了 那就是怎樣 那他朋友說 永遠昇西里音樂出來 說兩句 說兩句 然後他很搞事 他說躲在裡面 好像在煮 很久在咖啡在研究 但在研究中 他一直流血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對 跟馬板說他行立不明 但至少你要講一下他這季做什麼 第二季去做什麼 我們不知道 他走走走走走 出來沒想到出來 其實我知道了根本的東西 然後我已經死約了 那你出來做什麼 其實沒有意思 而且我介意他就是 你動畫版第二季 你有一些不跟原作的 或者可能你不想 回原作複製 OK 沒問題 但是第一季 你那裡的復筆先夾下去 你不要飛殺 他當某件事發生過 我最介意這件事 你動畫之前 一格一個故事 我覺得沒所謂 但你不要自己飛殺 自己第一季說的事情 復筆是誰 例如 例如醫生 巴達香菜 利勢那些東西 他完全沒有了 OK 你兇殺他 你有沒有所謂 小丑也是 小丑也是 小丑也沒有 因為他做 其實很有趣 因為他第二季開頭 大家又有期待性 因為譬如說 他講青銅樹 攻陷有動計劃 偽工的問題 你有看到他做小丑的部分 男人婆 不是男人婆 男人扮女人的怪獸 你說那些 有講小丑又看到 咦又滲一些東西 你會想 咦他會不會動畫 講小丑那邊 講陶化師的東西 最後除了廣幕之外 是沒有講過的 然後你又會看到 咦 金木變黑者 那個部分 他的處理手法 有少少不同 或者視覺上 大家看都不同 跟阿門那個對戰 對抗 你又會看到 那你會覺得咦 會不會他又會再講 在黑者方面 講多些 因為漫畫 其實都 都不完全算很完整 你可以當那些位 即是不算真的很多 但是最後結果就是 什麼呢 他很多時候就是 那一集開始的 頭一兩分鐘 或者完的兩分鐘 有一些亮眼的位 然後其他那些 二十分鐘就沒有用了 除了是極度的偷格 崩畫 不知道做什麼 之外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嘩他厲害了 他第一季講到 我們人類呢 其實不夠成功 但是第二季呢 你覺得可以沒有出身 可以打 這個漫畫也是 這個沒有分別 我覺得動畫版可以改的 不一定是漫畫 你這些就改 你不改 不用改 你改完 某程度而言 其實這套東西 動畫版的第二季 那個意義就是什麼 就是看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 看這些 那些 CG畫 因為那些CG畫 很有趣的 不如你說 他有一集的結尾 就是用回 不同人的父母的關係 就是你會 譬如見到 就是 正如 有位聽眾 之前留言都說 蛤 白頭佬死了之後 我當這個故事就完了 就是 真戶不犯死了之後 就當了 那他又用回阿曉 就是阿其立 跟他 展法那些位 你又會見到 其他人的父母的關係 那其實 你作為原作讀者來講 或者是作為第一季 就是這個作品 喜歡的人來講 你看到這些畫面其實是 有些意義在那裡 也有些故事在說的 譬如你說 我會見到 說 立基 說 說 Jason 其實 背後那些CG 那些ED那裡 就是說他們兩個 過去的一些往事 某程度來講 他是做一套動畫 或者說 你走另外一個世界 才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補回 可能漫畫那些沒有細節去講的 或者是一些空白的位 或者再重新去演繹 那譬如說 你說他法治 還有 那個青銅樹那個幹部 我忘記了 他叫什麼 就是有個口罩 帶著那個 那你看到 他有做的 他有個位置很有趣的 就是兩個人形頭對面 就是兩張司機換了 就是他們過去的樣子 就是 法治在中國的時候 然後交叉 變回現在那個樣子 其實就是說他們兩個的恩怨 那他這個背景的畫 就是這麼多集以來 沒有全部的人 最重要就是看那個位置 看完那些 基本上那集就可以當看了 沒有用過 只有插位 我們看內容故事 說什麼 你們全部交代 說只有這些人 所以看動畫的人 就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說 這套東西最大筆的地方 某程度上 一定是要講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當然有一個金木 這個苦行 七分鐘 拍著頂真志 對著那些東京火車 那些火車有些聲音 不知道做什麼 那些完全 雖然遇過 看到他抱怨的人 你以為是雷諸角 我發現不是的 原來是男人 那不是這個算 這個我不管 但是 最後走個十分鐘 是沒有人理他 喂 大哥你這群人不是CCC 你這群人 是開始查都好 大哥沒有人理 就是他那種省錢 去到一個 真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不是 省得來你要先回正常情況 當你這群人 你時鐘走過來 你開槍的 不要做個樣子都要 他一步一驚心 好像是你打開聖誕卡 還是什麼 中間有一些立體 立體殼卡 彈出來 左右有兩些背景畫 完全是那種感覺 不知道做什麼 他那種是初中生做Fresh的水平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到你出場了 友馬出來了 友馬的戰鬥基本上是沒有了 沒有啊 他畫面一個說法之後 結尾 然後是 RE-RE的劇情 他就是見到友馬站在那裡 然後 定身拍著友馬 拍了大概兩三秒 然後再轉到大鏡頭 金木加友馬 然後 接著 完 這樣就完 了 你被人咳 氣氛咳到這樣 最重要是完完之後 唱完那個 RE的劇情 我覺得 然後又 什麼了 你不要跟我說 有第三季 還有最不憤的地方是什麼 好 我就 我純粹是看ED 我無所謂了 那你最後一集的ED 給我看什麼 他最後一集的ED 那些CG畫 就是把過往 那麼多集的CG畫 熟悉了 然後用回電視機 這樣不斷播 你明白嗎 人之章死了 會不會有媒帶 那我想 你最後一集 有個問題是 在於什麼呢 他有些角色 他是沒有做這些 譬如你說 日間 就是黑狗 他們 那兩位 他們是沒有什麼CG 去講他們 想起決戰之前 可能有個道別 那你也找些東西講一下 也有的 他之前那集有 但是 你作為一個 收美的CG 你這樣做 我就覺得 連你的ED 唯一值得看的 意義都沒有 就真的有點火大 特別我看完7分鐘 走路之後 那你想怎樣呢 就真的 不會回答你了 總結論第二季 其實就是 雷仙大一點少 就是 協住第一季的氣勢 就是第二季做 第一季都沒有什麼氣勢 除了第一集之外 不是 你是期待事件 我當你 第二季開頭 你說我們有新的世界 有新的劇 新的劇 沒有新的劇 就當是有 但是再出來做這樣的樣子 就發覺 那你跟第三季 你不要做這些事情 有OA 還是舞台劇 有OA 那你告訴別人 就跟回漫畫走 你有什麼意思 你在這裡做 那跟漫畫走 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不要跟到這樣 你不是跟漫畫 你現在是 跟慢動作的畫 那我理解不到 這套是動畫 還是一個 就是一本紙 那些在揭的 那些快 那些什麼 投影片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那好吧 拜拜